吕公公在几攘呢 吕 吕公公在急攘呢 朕知道 現在什麼時辰了 回主子 現在是畏時末 身時不道 你也不用回私裏見了 天一落回就從後宮出去 把李方換回來 主子是叫奴婢把吕公公 換身便服 你一個人騎馬去 一去一來也得好幾個時辰 明天天亮前 讓吕方來見朕 主子聖命 祈奏主子 陳紅一直盯著奴婢呢 奴婢出宮的事 瞞不過他呀 他有他的差事 你有你的差事 朕勸你一句 少跟陳紅找别扭 奴婢明白 奴婢明白 快點把東西送過去 陳公公 聽清楚了嗎 奴婢知道了 可是 奴婢知道了 奴婢知道了 還不快去 是 奴婢知道錯了 陳公公 背哪兒去啊 回陳公公 奉萬歲爺旨意 將楊金水送朝天罐交給蘭神仙 主子真的以為他瘋了 回陳公公 萬歲爺說他已被烈鬼奪去了魂魄 哦 主子聖明啊 黃錦呢 回陳公公 黃公公在伺候萬歲爺呢 好嗎 那就背走吧 行到水瓶處 坐看雲起時 過來參想一下 主子什麼盛意 第一句裡面這個水指的當是楊金水 我知道 我問的是第二句 這個雲字指的是 雲 是不是跟楊金水好了四年的那個女的 雲娘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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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就這麼大 你能夠 ? 蚁花巨? 雲? 我這就不來了 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公公 掌嘴 这是吕公公吗 无礼 吕公公是我干爹 我是吕公公的干儿子 杨津水杨公公称我为师兄 见过陈公公 站了 没叫你 谁让你说来的 回屋去 淳财 老祖宗怎么吩咐来着 你的记性让狗叼走了 是 奴婢的记性让狗给叼了 老祖宗 有话问于娘 不干你的事 你先回房带着去 该说的 尽管说吧 我们进去说吧 黄公公 吕公公来的时候有旨意 不能离开也不许见人 无论如何 您老祖宗就把旨意给奴婢看看 我就是从主族万岁爷那儿来的 旨意非要写在纸上吗 那 那您有陈公公的手谊吗 他是私立见丙币 我也是私立见丙币 谁告诉你的 我来还得有他的手谊 黄公公既没有万岁爷的圣旨 又没有陈公公的手谊 那奴婢不敢领您去见吕公公 那好 那我就不见吕公公了 过来 黄公公能这般体恤奴婢 万岁爷旨意 天亮前务必见到吕公公 再不领咱家去 你这个奴婢 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 懂吗 奴婢明白 带路 老祖宗 说了 我就睡这里 你们都回我屋里睡去吧 是黄公公来了 是黄公公 干爹 这长不大的 总也长不大呀 主子叫我回去 是 天 天亮之前得赶回宫里去 背马 我毕竟跟了杨公公四年 知道的事太多了 我知道 你心里从来就看不起我 可我跟着你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没有谁安排我 要从你身上套出什么东西 我身上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套 什么杨公公也好 吕公公也好 再加上今晚上来的陈公公 他们把我高汉文看得也太高了 你本就不高 这几个公公公 这几个公公还有朝廷 从来也就没有谁 把你看得很高 让我跟着你 让我跟着你 不是因为你有多要紧 而是为了看住我 沈医师 让我跟了杨公公四年 是为了保住她的家财 保住她的身家性命 现在 这些公公让我跟着你 那是因为沈医师死了 杨公公也疯了 万一皇上要再追究 江南制造局的事 那是因为沈医师死了 他们必须留下我这个活口 让你跟着我进北京的时候 杨精水疯了吗 真像那个吕公公所说的 他这个刚儿子好起来 比谁都好 吕公公说的也不全错 杨公公坏的时候 是比谁都坏 可也有待人好的时候 一个日货陡金的太监 他会对谁好 太监也是人 就因为他欠了太多的债 是债都要还 欠谁的债 我高喊门和他们 可没有一文钱的债务 我已经说了 一切都与你无关 我还没有一文钱 杨公公 是在还沈医师的债 沈医师是在还我的债 照你的话讲 杨精水欠沈医师的 沈医师又欠你的 可沈医师是花了二十万篮银子 把你买来的 我高喊门区区一个汉医院的修传 不自量力外放了两个月的杭州支付 做十辈子官俸禄加起来 也抵不上你二十万两银子的身价 二十万两银子买了一个人 竟白白送来伺候我 我实在听不懂你的话 今晚陈公公跟你说什么 我不想知道 朝廷要给我安什么罪名 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也不要再费心思 想从我这儿套什么 我套你什么了 从杭州 送你到这里 在这里 又有二十几日了 我除了给你洗衣做饭 我问过你一句话了吗 要是几句话就能套住我 你们也太小看我高寒闻了 没想到只因为洗好音律 被你们抓住致命处 一曲广名伞套住了我 今晚又唱出我家乡的小定 你的用心也太良苦了 你应该记得 在秦房里我几次叫你走 你应该记得 在秦房里我几次叫你走 你本情怀铭记 这点戏还是做得出来的 我本情怀铭记 他们挑了你 自然是因为你有着诸般本事 现在这些本事不管用了 你还要干什么 尽管使出来 你现在不就坐在我的床上吗 不妨上去睡了 我高浩文就坐在这把椅子上陪着你 动一动就算你们赢了 放心 我这就回到厨房里去 最后几句话 远不远听 我已要说 沈医师自称懂得广陵散 你高大人 也自称最懂广陵散 可在我看来 你们和那三千太学生一样 没有一个人懂广陵散 继康 从来没有想过出来做官 更没想过贪图身外之物 心在物外 身与神有 这才有了广陵散 你们 你们 没有继康的胸怀 明天一早 我就要走了 那把琴 是一把难得的古琴 你若喜欢 就留下 不喜欢 就烧了吧 就烧了吧 快快快快 伺候舒喜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只是香 来不及了 奴婢叩见主子 当奴婢叩见主子 主板 guard 鼓 assess 炸铀 杨金水真疯了 奴婢调教得不好 尚服圣恩 他的差事当得还是不错的 有些事也不能全怪他 朕已经叫人把他送去朝天关了 跟蓝神仙他们在一起 鬼魂就不敢再缠着他了 江南制造局闹成这样 宫里上一剑真宫局金茂局那些奴婢 探了多少银子 就差没来玉玺宫拆瓦了 这些人都归你管 朕也只让你去了半个月急壤 你还觉得这么委屈吗 奴婢哪有什么委屈 九州万方卷在住的一个人的肩上 player了 我都能归你了 对不起 我都能给我 他还要负他 现在我该是回这个人的肩下 可能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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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今儿 你也是在替朕收过 这将重审郑碧昌和茂财的供词 走见宋进宫了 朕原本是不想拆看 踏了一挂 竟得了个钱挂 原亨立真 赏伤大吉 公子就在岸上 你也看看吧 是 戴上吧 是 赶完 赶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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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宋找徐阶 还捧上了一坛四十年的陈酿去劝酒 这杯酒也是你能劝得的 不用忙着下跪 截着看完 是 当时听到你去劝酒 朕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 艳影功臣的时候说的两句话 知道太祖爷当时说的两句什么话吗 奴婢不知道 请主子赐教 你不知道 可严嵩跟徐杰他们知道 两个大学士 太祖实录他们不知已经读了多少遍了 早就烂熟在肚子里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 早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说的那两句话 金杯供如银 白刃不相饶 有些家你能替朕当 有些家 朕交给了严嵩和徐杰他们去当 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 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 美酒在前白人在后 他们能不想办法对付吗 主子说的是 我够在东南闹打打在北面闹 明朝全是朕的 这些银材都翻出来了 有辜的无辜的牵涉了那么多人 这些银材都翻出来了 这些银材都翻出来了 用了忽辱针和赵针籍便无往不利 东南的婶要二针在便能稳住 这可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钱下钱上又做何解 钱上自然指的是主子 钱下 那奴婢便猜想不透了 这个钱下指的是海瑞 一个小小的弃品支线 竟有如此霹雳手段 可见是个致阳致刚之人 都说朕那个儿子孱若敦厚 其实也还知人善任 主子圣明 这个人是要杀人的 可朕现在还不能杀人 除了郑比昌和茂财 上一见真宫局金茂局 那三个为首的奴婢 其他的人 这一次朕一个不杀 一个不抓 这个旨意要尽快传至 颜松跟徐杰 叫他们明早进宫 奴婢 这就去传旨 你不要去了 让臣轰他们去 天快亮了 你在大殿外到明一会儿吧 天亮了 你再去私底见 半个月不在 那里已经一团乱麻了 是 老祖宗 您老可回来了 恭敬老祖宗 这是干什么 该当职都不当职 都跪在这儿干什么 起来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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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祖宗 跪着 儿子们孙子们日夜惦记这干爹 听说老祖宗回来了 他们一股脑都来了 儿子们也不好让他们回去 当职的留下 没有当职的 叫他们都散了 都听见老祖宗的话了吗 当柴的留下 其余的 散了 是 是 怎么着 老祖宗回来你们都尿了 没听老祖宗说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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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有能力啊 厉害啊 你怎么不厉害呢 对 让你欺负 你还干什么呢 这人就欺负我们 欺负我们 谁叫谁呀 这人是欺负我们 没必要 老祖宗 来啊 我叫你们欺负人 叫你们欺负人 狠狠 打 欺负人 来啊 来啊 不说 别打了 别打了 怎么能先找颜哥老 让他等我 太实力了 首府自然先诏 赐府当然厚照 徐阁老这也见怪吗 臣公说的也是 律公 徐阁老 进殿吧 圣上的万年吉壤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阎阁老已经等了有些时辰了 快进殿吧 好 这半月 让徐阁老操劳了 好些票你都压着呢 阁老再不来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慢点 来 臣酷敬 上 不用归不用归 来 都进来吧 慢着 看座 李方 奴婢在 朝里也就两个老臣了 搬个墩子来 是 从今日起 徐阁老要见朕 也赐个座 是 臣也才过花甲之年 怎能受圣上如此过礼的恩欲 臣万万不敢当 你说得定 坐吧 坐吧 李方 你替朕 扶徐阁老坐下 是 公公 不敢 好 坐 李方 奴婢在 真的这件长袍是哪一年做的 奴婢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佳境三十七年六月静制的 到今天也穿了四个年头了 好记性 是 俗话说 医不如心 人不如故 可在朕这儿 人也是救得好 医也是救得好 永久了吗 多少都有些舍不得 坐下 坐下 是 世人有个通病 都习心厌旧 殊不知啊 衣服穿旧了他贴身 人用旧了他贴心 就说你们吧 人哪是老了 经历当然不济了 可也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 经历的事多了 世君做事就谨慎 就老成 就不惹乱子 当家 还是得用老人 当然了 年装的就不高兴了 他们精力旺盛 整日想的是往上走 咱们这些老的呀 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老而不死 不死 视为贼 年老的呀 在年状的眼里 就都成了贼了 朕也不知道 我们这些贼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了 我们这些老的呀也要识相点 有句俗话叫做 不持不拢不作当家翁 他们闹腾他们的去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杨阁老 臣在 今日中原 敬天休教 朕还等着你的清词呢 写好了吧 臣确实老了 这篇清词 臣空转了三日 昨夜才完稿 就怕难入圣上法眼 人老了也有老的好处 人老了也有老的好处 文章写得更老道了 徐克老 臣在 你的清词呢 有颜格老朱玉在前 臣真怕瓦力在后 有误圣上法眼 敬天之城 朕看徐克老的清词 让徐克老也看看颜格老的清词 带上吧 朕先评评颜格老的清词吧 三个字 好 好 好 徐克老 臣在 何以评价 圣上是三个字的评语 臣只怕要有三个字的评语 要说九个字了 说 字也好 词也好 意也好 皇上过奖 徐克老也过誉了 好就是好 朕或许还会有所偏爱 徐克老可是从不说伪心话的人 徐杰 臣在 你这清词里有两句话 是怎么想出来的 请问圣上是哪两句 离九霄而应天命 情何以堪 欲四海而哀苍生 欣慰之伤 好 好好 确实好 老朽不如 李方 奴婢在 你知道徐克老这两句词好在哪儿吗 主子 这是难为奴婢了 奴婢读的那点书 哪能品评两位大学士的文章 也没叫你写 你只管说好在哪儿吗 奴婢以为徐克老这两句 道出了万岁爷的无奈 怎么是无奈 怎么是无奈 主的本是先般里的神仙 奉了上天之命 降到凡间来做万民之主 谁不愿意做神仙 却愿意下凡间 来给万民为仆 不 这岂不是无奈 好奴婢 你的这几句评语 连同炎个老徐个老的轻词 可以称作 顶足而三了 不过三丁家也得分出个状元 榜眼探话 今天的轻词 徐杰是状元 炎嵩是榜眼 是 李方呢就凑个数 当个昙花吧 炎克老 你觉得朕公正与否 臣心悦成福 心悦成福 圣上 臣这两句话 还有另外一番解释 要向圣上承奏 好 好啊 你尽管直说 圣上尚应天命 数十年功行简约 为的都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 和天下苍生 却有一班 孤恩负义的贪力 上亲国堂 下掠民财 如浙江贪末一案者 这些人倘若不严加诚挚 实有赴圣上 肩负之天命 爱民之仁德 说鼠说鼠 无师我鼠 三岁灌炉 莫我肯顾 这首国风流传至今 也两千多年了 老鼠年年打 年年打不进 贪官朝朝啥 朝朝有贪官 徐克老 臣在 朕交给你一把快刀 你也杀不了许多 该杀的朕还是要去杀 吕方 奴婢在 今天是什么日子 回主子 今儿是中元节 敬天拜教的日子 那今天就不谈杀人的事情 立刻设谈 将两位阁老提阵写的青词 向上天拜表 有缠号 那个乡人的青词 干人的青词 快去 祝民 皇帝 高皇帝 我往下了 你 比起来 这时都长满了鲜花香草 炎然屈原九歌中的人物 一部中国历史 三百七十六位皇帝 在宫里自己带相关 而且赐大臣带相关的空前绝后 恐怕只有这位嘉敬皇帝了 这位嘉敬皇帝 路茫茫 寂寞大地有人心意 烟波区区秋风故乡 互相约醉与分离 但愿既已 你 潇洒山中 干一枪 等你醒醒天下时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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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远路 不离 万里奔心 只为 沧山 我一路 长江枭 一笑 花儿情 被万里奔心 只为沧山 我一路 长江枭 一笑 花儿情 被万里奔心 有了余光 有了余光 云在晴天水在平 云在晴天水在平 天已迷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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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座时看海阔天晴 海阔天晴 海阔天晴